那边的Chef是谁 让他过来 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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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기요 那 혹시 이 요리는 누가 하셨죠? 怎么称呼你呀? 我是叫Judy 我到外国了 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到外国 不是自己的国家嘛 感觉我的行为要很小心的感觉 你们知道吗 这里是那个听说的张楠 那个 我不断张楠style 那个张楠 那个张楠 你们知道张楠 噢 不行不行 在这边不能这样跳舞 不是台湾 是国外嘛 国的行为应该要小心 等我一下 像我这样的很专业的youtuber 也是还是要看自己写的甲本 还没有记住 很重要的消息 我今天要去找在韩国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chef 在电视我也看过 但是我最近才发现 他是原来是台湾人 在韩国最受尊敬的台湾人 你们知道的这种消息吗 我最近才知道了 然后我知道这种 为什么我身为台湾人 现在才知道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他 这里就是 他在的地方 不是这边啦 不是这边 这里上面 不要拍这边好吗 就是上面 很想要请他一起拍片 然后 英特尔 你是在这边多久了 这样子 但是 因为那个 费用会很 很贵嘛 所以我直接来了 直接到这边 我吃他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说 这边的chef是谁 让他过来 看电视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 我会看到这种场面嘛 诶 这东西很好吃 这到底谁做的 这我做的chef 快过来 会这样吗 所以我今天要这样子 我的计划是就是这样 下雨 然后在国外遇到台湾人 他也应该会很开心吧 哦 原来台湾人也在 诶 你在国外很辛苦 然后拥抱 我的计划是这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完美 好像是这边 哦 有中文 红 红 石冠 红石冠 红石冠 是什么意思 太实在的关门嘛 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台湾人吗 我还是可以教他中文 他应该在韩国 生活了很久 所以好像忘记中文 红石冠 好 我进去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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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划 我计划 但是这里有一个 钥匙的销售 是 先生 先生 你多少钱 现在12万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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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里是个团子 我计划 你好 谢谢 我计划 哦 我 我好像预计了太贵的 因为我是Judy 我想住在中心部 成功 潜入了 他应该还不知道我在这边 但是问题是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台湾人Chef来这边有可能寄到Chef会来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讲 韩文 有可以会讲中文的Chef吗 是不是很好的idea 哦 感谢 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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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长得很帅 我是刚刚故意长乖乖的韩文的 让他想成我是外国人 那我要试试看 哈 这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 有没有发现 你们看 有皮丹 还有肉 虾子 看到皮丹 这位台湾人真的很开心 这里是张南中心部 但是还是有皮丹 这是怎么可能 我的人生错了 感谢 这个是 他太帅吧 我 哇 这就是 这就是 2,2,3,2,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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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1,3,3,4 那你做得不可, 这是 中文 请吃 我需要 谢谢 牛肉 牛肉 他刚刚说要把它站在这边 我是即使刚刚知道这个是什么酱 但是我故意跟他问一次了 我的计划是下个料理来了 我会说过来 这个是几年多的吗 几年多的吗 这个是几年多的吗 长得很帅 长得也很帅 22年 啊22年 昨年的吗 对 谢谢 丢脸 他刚刚看到我这样子的样子 再次 过来 这不是谁 过来 这太好吃 是怎么做的 这样也可以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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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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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不是老师 但是 中国人能说有什么老师 有哪里 是老师 有什么老师 什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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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母亲 老师 老师 вид MP 公斌 所以 应该是我爸爸 对 medications 天哪 他会讲中文 讲得很标准 但是他住在韩国太久 我的中文比较厉害 你 哦 你好 你好 可以讲中文吗 当然可以啊 那先放麦克风可以吗 可以 好 谢谢 我觉得这道菜非常超好吃 让我真的感动 所以我很想跟Chef见面聊天 是吗 我也太高兴 见到你很高兴 因为我是名誉台湾人 名誉台湾人 对 谢谢哪个手 所以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请坐 请坐 好 Chef老师平时很少喝酒吗 不 我也喜欢喝酒 但是我现在在工作 工作 专业 那我为了Chef老师 干杯 干杯 很有意思 怎么称呼你啊 我是叫Judy Judy Judy Chef老师常常来台湾 差不多有两个月之前去过 因为我也是台湾的护照嘛 对对对对 我非常荣幸 非常骄傲 身为台湾人 你真的是台湾人吗 我是台湾人 那好像是我的中文比较厉害的感觉 你厉害了 Chef老师我刚刚吃的那个豬肚酱 薄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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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汗了 出汗了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这边做的 其实怎么讲吧 就是很适合当地人的口味的 哦 因为虽然我们是中华料理 或者是山东料理 或者是广东菜 上海菜 四川菜都有 全部的客人都是韩国人嘛 对对 一定要适应给他当地人 把他口味给改良 所以我们在这边 韩国的中菜已经一百多年历史了 一百多年 全部都是给韩国当地人适应口味 难怪这么顺口 一直让我吃下去 身为台湾人真的很骄傲 然后也很 你真的是台湾人吗 我真的是台湾人 我的灵魂 但是一半是台湾人 一半是还有韩国人 韩国 你也是看到这么喜欢台湾人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因为我今天 突然开始拍片了 谢谢 就是不会嫌弃 然后YouTuber 10万吗 10万 哈 然后说知道吗 我是18 可以 之后叫我 Judy大哥 好 我给你赞 两个赞 这边右边头也是赞 好 谢谢 你如果有来台湾 邀请我 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 因为台湾是我的区域 希望以后有机会 互相合作 去台湾吃美食 你到台湾 如果需要手机卡之类的 手机卡 我可以带你去办 谢谢老师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我还 还不能相信 有点担心 我刚刚有没有 不礼貌的地方 Judy大哥 是不是谁 我刚刚有点紧张 所以现在 我的身体没有力气了 今天像这样 就是跟 在韩国最有名 最受尊敬的 薛普老师 见面了 然后其实我的 有一天 我也很想当 像他那样的人 在台湾 最有名的韩国人 自己国家的产品 觉得非常驾傲 我会发生了 最后会发生了